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七哥就这一个 腿隔啊 对 腿隔啊 所以我们泰雅族人是最喜欢什么 森林 我们不砍去 那整个大安西的全海在这个点是最美 血渐有八大吉 就所谓的西林山的整个山脉都在这里 首先欢迎各位 来到我们苗栗县台湾乡的我们的后山南山村 那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所谓的南山村的眉眼部落 今天我们要教你们的是所谓传统工件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传统工件 那它的做成很简单 知道赤足吗 就是以前我们古时代扛那个扁蛋那一个 就是用这一个用搭接的方式 然后做成一个我们所谓的传统工件 特别的地方在这一个 这叫空窗 那我们剑的尾巴有一个什么 凹槽 那怎么设计很简单 不管你是左手右手 就是一力打直 然后搭件怎么搭 不要往外搭 往外搭会掉 一定要往哪里 往内搭 搭完以后把它推过去 把这个剑的尾巴扣住了以后呢 就这样就不会掉了 如果你是这样搭的话 你这样搭的话 第一个你会怎么样搭不到就掉了 你的右手围甲这一个什么 所谓的剑杆 围甲围的夹住它 不要硬甲 你硬甲就这样 歪掉 你要围围的夹 看一下往后拉的方式 拉到脸颊的位置 一次固定 那设计的时候 毫不犹豫地怎么样 把绳弦跟剑放掉 很简单 你拉 放 就这么简单 因为你们都是高手 所以我们要收短距离 大概哪里到15 这个是国小组 国小组 国小组 这个脸啊 还没拉 你拦到脸 对对 手不要去扣住它 就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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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抖呢 要抖 你要说放 你认为放就放 我才可以 我刚才讲说射手 是我认为 对 你认为到了就把它放掉 就把它放掉 你把它放掉 他已经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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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了 加油 好 要这里 有 五分 五分 原住民的掌声 3 1 2 3 这个 行程叫做 泰亚北市轻游行 北市是我们这个泰亚组 北市裙这一块 就是从东四江一直进来 一直到泰安的南山 都叫做北市却 然后我们是主要还是 以文化这块为主要的那个 Minnesota 我们在射箭的时候会介绍 这个是我们的传统工件 那這是老人家的那個工法 就是這樣傳承下來的 然後他們來這邊 來體驗我們部落景點 還有特色小吃 農產品這樣子 希望給外面的朋友 能夠認識我們太陽的一些文化 然後希望能夠帶動部落的一些 觀光的最快 我們這個地方是台中市 不是苗栗仙 我們已經跨縣市了 它是歷屬台中市的陶山部落 那這個地方有兩個社在這裡 一個叫東龍社 一個叫老烏兒社 那這兩個社裡面都是什麼 遠住民 那他們總共千里十二次 那這個部落裡面 這個區塊裡面他們來過兩次 那他們的地方叫什麼 死母路 死母路的意思是什麼 思念的地方 我為什麼要來這個兩次 我思念這個地方 因為這個地方有什麼 有非常好的森林 我讓你們介紹一下 後面這幾棵樹 它到底是什麼山 不知道 台灣龍山 還有沒有別的答案 檜木 檜木也不對 這個是什麼山 很簡單 它叫福州山 所有的山木的樹根都摸摸樣樣 都是一樣的 但是葉子 差在哪裡 葉子不一樣 好 來 我要介紹一下 這個植物給各位 第二個就是所謂的 我們原住民的菸草 這個菸草現在其實早期很多 現在已經沒有了 你要採集下來曬乾 揉在那個 我們的菸草裡面 就我們裡面倒 要怎麼把那個火放在上面 要跟那個火要用拍的 它是什麼 要有陽光衝突的地方 如果它在陰陽的地方 不行 好 我們再往前 介紹給各位一下 這個當作是什麼 它叫拔器 做什麼用的 以前我們叫醃豬肉知道嗎 對 沒有醃的那個酵母乳 怎麼不能 不行 就馬這一個 但是要怎麼樣 要經過怎麼樣 煮完了以後 它的枝葉 它當作豬肉的什麼 醃的東西 這個就是我們原住民的最愛 好 來 我要介紹一下台風草 每個人都知道它叫台風草 那為什麼叫台風草 我們怎麼算 把這個台風草對摺 這個是我摺的 這是自然摺的 好 一年有幾個月 十二個月 那我說八個月 你們相信嗎 絕對相信 從這邊算到哪裡 六月 這邊算到哪裡 十二月 它這個地方高了八月 我講的是不是八月 一年就八個月 它就在這八月就摺到了 所以台風往年 台風在八到九月 那準不準 很準 很準 那不是只有看這一個 要看三個東西 一個台風草 第二個是什麼 看天 第三個看什麼 五節芒 五節芒的葉子 朝下的時候 就是乙去最重的時候 所以準備要下雨 就怎麼樣 台風天 好 再往前 這個叫什麼 你們絕對不知道它 知道它 我請你們二十四杯的咖啡 三里的植物 好 三個字 叫鐵與傘 就這麼簡單 為什麼叫鐵與傘 它這個地方會有什麼 有些季質性 哦 要這樣變 還有一個會結果實 結到紅色的果實 所以這個果實怎麼樣 有微微的甜度把它吃起來 所以我們又常常 我們原住民的什麼 小糖果 結果這一個是植物是甜的 叫什麼 鐵與傘 這一顆知道嗎 這個是跟我們原住民 怎麼樣息息相關 它包含到你們現在都在吃的東西 就是它 商房碼 要怎麼用的 它的皮非常的厚 剝開來曬乾 當什麼 屋頂 當什麼 圍牆 這是我們建築的一個地方 樹皮 那後來現在做什麼用的 把這個樹打碎了以後 放在那個杏鮑菇 菌 放在裡面 就你們吃的香菇 杏鮑菇 這樣非常的漂亮 所有人都喜歡它 誰最喜歡它知道嗎 對 什麼蝶你知道嗎 它是最喜歡的 鳳梨 對的 它叫磨 骨 硝 它是蝴蝶的最愛 那是人的什麼 自愛 要怎麼樣呢 把這一個葉子 當你爬山 不小心 扭到了 扭到了 就看到要怎麼樣 打碎 打碎就要貼上去 貼完上去 第二天跟山腔一樣 會跳動 上面那個有沒有看到 細細長長那個 這個 這個是黃藤 黃藤 黃藤 對 這個是我們泰雅做做什麼 編織用的 我們的杯龍 就是用這一個黃藤所製作的 早期我們在泰雅都要紋面的時候 可以拿這個藤的刺 把你紋起來 不是琴面 就是用這一個針 鍋定起來 也是一樣這個針 所以你沒有辦法左右 你這邊也痛 這邊也痛 這邊也痛 乾脆就乖乖的痛 有乖乖的痛 其實我們泰雅族 主要是要把我們所知道的 包含植物 動物 還有樹種 要告訴我們外來的人說 或是朋友說 我們在雪霸國家公園 第一個是什麼 要愛護我們整個森林 第二為什麼要介紹 跟這個植物裡面 跟我們泰雅族有息息相關的 那些生活習慣 我們必須要用在這些植物 才有辦法傳避我們下一代的意思 在我的右手邊 那個很大顆的那一棵樹 那叫藍樹 這樣你一撥皮裡面是黃色的 聞起來非常的香 它有點像什麼 香樁味 我們放陷阱的時候 就會把它用這個做什麼 做槓桿 我來介紹一下我們所謂 我們原住民放陷阱 它的製作非常的簡單 就是一根竹片 繩子 槓桿 就這樣子而已 你們做這個陷阱通常會抓到哪些東西 三槍 還有山豬 這個做得到山豬喔 抓得到 只要脖子套 它會套脖子 山豬不是很重嗎 會把這個拖走 那山豬的話 這個是要更粗 好就是這樣子 那麼簡單 如果說山豬不管是它從這邊 從那個地方 投進去 看一下 就跳到了 好這樣 就 它就 好厲害喔 那如果是動物越大 你的槓桿要越粗 那我們泰雅族 它要做一個槓桿 它不會怎麼樣 把它砍掉 為什麼 如果說這個地方山豬不走了 我要離開了 我只要把負責把繩子偷掉 那一棵樹 宜蘭什麼 宜蘭的生長 所以我們泰雅族人是最喜歡什麼 森林 我們不砍樹 有帶雅雞 有帶少年 你有沒有拉孫子拉雲 沒什麼過海獻山林 我們這個山林 是我們的老祖先 我帶著我們的朋友過來 你要給他們一個什麼 這路上一路什麼 平安 給我打零了 台南要安慰到 國營國本來不蘭 這個酒就是我們 禁給我們老人家的 第一杯就要禁給他 那第二杯是我們喝著 一次就這樣 我們往上看 這整個山蘇林 全國裡面總共有 開好將近有四十甲的山蘇林 我們只是來四十甲 裡面的一小搓搓 就是人工加上去 還是自己炒包 有一種鳥 紅胸卓花鳥 那紅胸卓花鳥最喜歡吃什麼 山蘇的包子 它就帶油脂的 它要嗡嗡的 怎麼嗡 屁股就要這樣 左右咬上又要咬 咬完以後 把那個果實留在那個地方 就怎麼樣樹葉一直覆蓋 就變成它的陽分 後來就怎麼樣就長起來 那紅胸卓花鳥最喜歡在哪裡 在比較密的什麼森林裡面 它不像有陽光 就所謂的薑紙木 或是什麼雜木 或是叩葉林 那鄭月穎沒有 山蘇林它是隸屬 我們所謂的台中市 和平區桃山部落的關下 山蘇林它其實早期在三十年前 那這個地方也會成為一個 雪山花園 那因為土地的關係 造成這個花園沒有辦法再運作 所以荒廢到現在 那山蘇林其實早期在 我們雪山花園還在的時候 已經存有了 只是沒有人被發現 那就是近十年當中 是我們步入的年輕人 偶然的時間看到 既然有那麼多的山蘇 所以慢慢在推廣 這所謂的山蘇林 那你看這些草 草有三滴 哪三滴知道嗎 一個是知識 姿態 要求 以上的 它三個要求 就可以活得怎麼樣 光鮮 向力 你看看 這個叫什麼 螺梯草 那你們講什麼叫螺梯草 很簡單 旗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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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襯 那往前就是一個小野溪 好 這邊很多魚 看一下 這個什麼 以蜥蜴而已 蜥蜴啊 蜥蜴就對一個 滾鸽 對 滾鸽 孤魄意 那我們怎麼喝水 你看一下很簡單 對著 就這樣子 當什麼 當一個 杯子 水 杯子 杯子喝 不可以去破壞它的什麼 毛細 它的毛細孔 毛細孔有什麼 有毒嘛 所以有蜥蜴就直接這樣喝 马上到场子里面 我是小便 我们要移动我们的脚步往下切 早期我们泰雅族是以森林为主 因为国家也是推行 既然你们爱森林 就利用我们这时候的接收也训练 让所有的人外来的人 认识我们泰雅族的生活习惯 我们想要推行我们的文化 大约在十几年前 慢慢地推行所有的小旅行 北市群这整个部落能够整合 一起来推这个北市群的光光 所以我们没有局限于说 哪一个部落的人才能进来一起推动 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 泰雅族的精神就是共享共存 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够一起来推动 那这个地方叫橡笔村 那橡笔有三个部落 一个叫橡笔部落 一个叫永安部落 那还有一个部落叫大安部落 这个地方以前就是所谓的交易所 五年前就拆掉了 为什么 很多这个 很多 很多 后来有没有抓起来 有 有泡酒 好 我们再往里面走 看一下橡笔打这个 用一个一个把它敲出 最浅是这个是平面 敲出这条路 所以要运输什么 运输他们的装备 小炮 跟武器 跟人员 我们现在在我的右手边 就是所谓称为士林坝 它在民国83年建造 90年完工 那我们这个坝早期是叫士林坝 它在民国94年了以后 就改为士林郎河院 所有坝里面 只有我们士林坝是共人家所服用 它不是用灌溉用 别人的外来的解说员 第一个文化它不了解 地形它不了解 故事它也不了解 所以才会利用我们当地的解说员 有国家训练出来的解说员 为各位介绍的 来我来让你们欣赏一下 我们所谓的大安溪的云海 那整个大安溪的云海在这个点是最美 假如你们怎么弄 两手跨着 然后先脚再跨 跨完以后旋转 就不会觉得不安全 可以吗 可以 这个叫做大雪山 那个比较中间 那个叫做中雪山 这个区块里面 看不到大八千山了 要在我们雪茧的西林山 这个地方叫做明瓦南 早期我们这个地方是种植 小米跟高粱 那也是我们所谓美眼村的旧址 在日治时期 我们日本人就把我们美眼村的部落的人 都集中在这个区块 后来因为觉得说势力太强 然后分散力量 包含所谓的美眼村 还有一个叫做大安部落 他把整个人的势力分开 来 来欣赏一下我们八景之一 就所谓的西林山的什么 整个山脉都在这里 那这个时候是高山的巴西野牡丹 我们台湾延伸种的 非常漂亮 好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雪剑的西林山 最左手平就是大坝 往一只林线走到哪里 走到这个地方 人家叫中邪山 那整个山脉最漂亮 你看这云层已经出来 那冬天的时候最美 整个山脉里面会覆盖一个白色的雪 我们就称它为西林山 我来再介绍一个地方 就这个比较矮的山 这个我们泰雅族的建地 我们叫它嘎样平坦的地方 那那个地方都属于郑月林 那郑月林为什么 就是这个 就是五月松二月松 那是谁 山腔的水埃 所以黑熊会在那个地方 那是十五月 对 那雪剑游七七 它是在民国九十六年的时候 才让我们所谓的 旅客跟所谓的解说开放 早期这个在民国九十六年以前 这个地方是不让人家进入 它隶属为甲童馆之期 那雪剑档里面 它以阔月林为主 正叶里面是我们比较少 这一块叫山琵琶 那会生 它是不适合我们现在吃的 它是一个那么小粒而已 那山琵琶有一个组最喜欢 什么组 这牌子 赛夏组 好 赛夏组来做什么用的 它是在那屋吃 那这个叶子做什么 祈福水 那我们泰雅族人不是用这个 我们是芒草 好 来往前 台湾原神种的苹果 这个时候已经被人家怎么样 海光辣 对 被我们原住民的爸爸吃光了 吃水知道吗 吃光了 猴子吃过 我们原住民的爸爸 那我们不是要看这个树 我们要看这个树的上方 有一块什么 有一块杏箱 那是什么杏箱呢 那个叫做蝙蝠的杏箱 整个我们写见 这边有25种蝙蝠 我们单一七块里面 最多的蝙蝠就这个七块 25种 它为了要建造这个蝙蝠 不要休戴 每一个树种里面 它都会放比较特别的什么蝙蝠屋 来讲一下 每一个树种里面 有一个摆设摆设那一个 但是这一棵树都生病了吗 看一下 那叫第一 我可以造就这个 第一的成分有三样 空气 空气对 还有一个 阳光 还有水 还有水 答对了 来 我在介绍一下 在我的右手边这个 树下 对 树下 有两个小的上棚 那边 挂着什么 高背的什么 照相机 哪一个看一下 在那一条路 有没有像人走的一样 所以我们的泰雅主人会怎么样 会在这个地方 找到一个比较适合他的地方 就放了一个陷阱 就把我们的山腔怎么样 噓一个 就脖子就掉起来了 我们泰雅主为什么会居住在这个地方 我们几乎大概是一千五百公尺以上 都是我们泰雅主所生活的区块 主要的原因它是以瑞物为主 我们泰雅主的生活习惯 我来介绍一下 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所谓早期我们的什么 部落 你讲说怎么可能 怎么那么山 怎么会这样子 那这两棵就说明说 这个地形原本就是怎么样 平行的 所以它怎么样 它会把那个土 把它融起来了以后 原本是平行的地方 会怎么样变成这样斜度 那这一个叫做水麻 我们又称它 我们泰雅主的什么 最好的礼物 它在入冬的时候 会结果实 那果实以后叶子会漏掉 它果实就会变红色的 所以野生动物最喜欢冬脑筋的猎人 它会在哪里 就在这个水麻的附近里面 锁在那个地方 等野生动物来溺食的时候 就啪啪啪 吃尖吃尖吃尖 好 我们再往前 这一颗 一粒一粒的 这里面还有一粒一粒的 我们叫马奥 地方的语言不同 高是北部 我们是中部太阳 我们是奥 大一点我们会把它採集下来以后 就稍微这边晒干 就会变黑色的 也可以磨成粉 那磨成粉做什么 香料 香料 这一棵 这一棵怎么样 这一棵是什么树 那我们岩生种 我们写见的岩生种的树种 就是一叶峰 那个果实有没有 就那个有点黄色 像干钓的那一个 我们森林中最会放火的一个人 叫二叶松 讲二叶松你们比较不清楚 我讲的时候 黑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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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就知道了 它里面的含油量 是百分之六十 几乎你一拨下来 里面都是油脂 所以我们泰雅族的勇士 只要去一打猎 回来要扛一段就那么短 那做什么 火柴啊 这个 对 木核 那为什么会有木核 这个区块里面的木核最多 它叫救火岩 救火岩 这是一个放火的人 这叫一个救火 它的含水量百分之四十二 所以当这个森林烧了起来 它只要烧到木核 木核就倒掉 它会释放它的水分 所以怎么样 火就不会再蔓延下去 好 我们再往前 原住民的小甘蔗 这可以吃 我们就称为我们泰雅族的 小朋友的小甘蔗 那怎么吃很简单 因为这是国家工业 就示范而已 我们会把它怎么样 折了以后 把皮剥一剥 就这样吃了 微微的甜 但是以色味比较重 对 我们又称它为牛西草 我们每一个泰雅族都不是像各位想象的 这个多厉害 这是什么位置啊 一直看不出来 用这个方式 把这个对着 对着完了以后怎么样 做一个箭头 对 这样 就指向那个地方 所以我们的勇士 在后面的勇士一看来 它指向哪里 就往哪里走 是这个意思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指引方向 介绍这个叫口黄琴 那口黄琴要做什么用的 咚咚咚咚咚咚的 请问它是音乐还是信息 信息 好 答对了 好 我让你们听一下 好 还是这样子 很恐怖 他还可以跟你讲话呢 你好吗 你好 还是我喜欢你 我爱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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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在口黄琴的时候 在日治时期 发现身上你有这个 这个变这样 只剩下这大拇指 让你去吃饭用的而已 那后来呢 国民政府来了以后 不好意思 他也是这样子呢 但是他不是要砍手指 他要是怎么样 把你东西没收掉 现在就可以让人家谈 主要是因为说 你这个谈只是一个什么 传达欣喜的方式而已 或是做一个音乐的方式 所以怎么样 就发扬下来 近20年 我们才有这个口黄琴 来我来介绍一下 木耳有两种 那在地上的木耳不可以吃 在树上的木耳是可以吃 因为树的东西比较怎么样 单一菌不会中毒 你很多菌就怎么样 就中毒了 就那么简单 好 这个叫刺养木 叶子吸收阳光的养分 直接贯穿在这个根部 叫根流菌 我们会把我们的小米 种在这个周遭 然后这个小米长起来 然后三到五年 这个树就怎么样 砍柚掉 砍柚要留什么 子株 我们离开这个七块 等到七八年再回来 这一棵树就长大了 我们再一次怎么样 再种植 是这个意思 所以以前没有肥料 叫根流菌 来 我来介绍一下 这个七块里面 也是我们早期的旧部落 在我的后方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就是属于 耐性的一个家族 所以保安里有目的 保安里是一个界线 就是意思说 这个七块以后就是国有的 那这个七块以后是什么 我们原住民的 比较简单的说明是这样子 其实它的真正的解读是什么 这个七块是被保护的 所以它要做一个水土保持 把这个树种好好的保护起来 就不会什么 土石流 用意在这里 好 我们大概在200公尺就到了 来介绍一下 这是所谓的 写建的什么 圣林县 那早期在九二月地震以前 这边有一个小平台 后来震吊以后 这个地方就没有再建设 最左边那个所谓的大坝建山 就是我们称为我们的 太亚族的圣山 看不到 那现在被原层覆盖掉 那我们这个下方这个水 我们所谓大安溪 所以大安溪的水质是整个 我们台湾来讲是最好的水质 我们泰亚族的成年旅 一定要经过我们所谓的圣林县 我们一个人在13岁的时候 会带着我们13岁的小朋友 要越过这个圣林县 我们要称它为什么 我们未来泰亚族的什么勇士 先讲我们泰亚族为什么叫纹面 纹面跟琴面的差别在哪里 琴面是怎么样 它是在清朝时期 罪犯要印在这胸部或是背后 只要有被印到的 要送到边疆去什么 走兵 那我们泰亚族的纹面是怎么样 要纹张的纹 为什么它是文化 这样解释你们就比较清楚 所以这个就代表 我们女孩子在大家18岁以前 你要纹完 我们一次要纹三次 第一次是在哪里 他8岁的时候要送到纹面时 第一个先画线 那画完线以后 第二次在13岁的时候 就开始着色 那个样子把它画出来 那第三个在18岁的时候 往往前前像这样子 把形状全部列出来这样子 那中间那一条叫彩虹桥 两边那一个就是桥的那个扶手 那个网状就是祖灵的眼睛在保护你 泰亚族的这个文明有四个阶段 祖别的认证 一个是以祖先的约定 记忆的传承 第四个就是所谓的灵魂的归属 那个这个男生的这个一横一横就是什么 你的战机 包含说你猎杀了多少人 就一横 在我们早期的日子时期 有这个就不可以读书 不管是男生女生 所以你看那些早期的我们像我们的老前辈 他们为了读书拿了刀片 真的很忍心的这样子把皮剥掉 女孩子也是一样剥掉 没有文面的人就怎么样 他也可以去上课 有文面的人就不可以 所以没有文字 所以我跟你讲 我们泰亚族是什么 用口述的 说我是这样子 我是这样子的意思 这个就是我们泰亚族的文面的意义 其实我们泰亚族是很广泛的一个族群 部落体验大家都在做 每个部落都在玩这个 但是我们是会为了让他们知道 我们的传统工法是怎么做的 字部是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一项技能 像以前没有线材 它也是取自于植物 取它的纤维 然后像染色部分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用植物染去上色的 像红色那个就是鼠狼 黄色的话就像姜黄粉啊 浮木都可以取用做染料这样 因为我们泰亚族都是以红黑为族 以前老人家都一定会这一项技能 线跟染色这只是一部分 再来就是上级织布 那些图纹显现的又不一样都是 对啊 然后像那个婚礼体验也是 我们的仪式都有放在晚会里面 虽然有带乐趣 但是主要的信念还有传达在里面 但是要看客人有没有去体验到 我看到那个包囊嘛 他们不是这样包囊的时候就回家 我有曾经用过头目 背回家可不可以中途休息 可以可以 但是就是休息的时候他是在这个 新阳的旁边 然后整个部落不是就他一个去取啊 也有很多勇士陪他 那还有一个叫喝交杯酒 那这个喝交杯酒能跟其他南部的不一样 南部的是一个人一杯 然后这样子喝嘛 那他还觉得是两个人共饮一杯 我曾经问过这个老人家 因为两个人共饮一杯嘛 那你的是嘴唇跟嘴唇 酒角跟嘴角要对准 对准之后两个人要合力把他喝掉 这个小米酒 如果那个酒掉出来代表不好啦 他说喝到交杯酒要慢慢的喝 算是机缘啦 因为我在外面工作嘛 那我想要回来 刚好在民国九十九年 就是一百年的时候 国家公园他有招募这个 原住民解说员 那时候我在当助理嘛 那我也想回乡说 看看能不能做些什么事情 我就投入了这个解说服务的工作 好 我们算心理 你要挺胸 好 挺胸啊 你的手呢 摸到这里哦 然后我们有两个勇士会帮着你 好不好 好 你要走的时候呢 走外圈 外圈 对对 好 有三圈 有三圈 对 来 你坐下去整个屁股都朝后 对 朝后 好 然后再去两人 来 一起走 来 鱼盖 加油 好 鱼盖 走喽 好 走在这边 走在那里 那我们就陆陆续续 就做起来 就做成一个team了 我们是导览员 也是DIY员 也是活动小组 因为我一直跟他们讲说 部落的文化导览员里面 你是演员 你是编剧家 你也是小丑 你也是导演 你要自己去导整套的行程 好 来 前进 好 第二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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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我现在给他鼓励一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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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现在 也从事部落里游 正式上轨到一年多了 我们现在部落的导览员 大概十几个 对 以前一个都没有啊 那十几个里面 我们的年龄层次算是年轻的 我们也一直在注入心血嘛 看看他们能不能说 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当然 不管你是从事 DIY老师 或是舞蹈 导览 车队 一定都要在地的 因为这样的说服力 能够让游客 会认为说 我来这边都是当地人在带 他没有在随便乱讲啊 或是说讲得不好啊 因为随时的一些反应 跟那些游客的客宿 我们都是马上就处理了 所以我比较偏向 一定要在地花 准备了啊 不要做动作 走 走 所以我希望游客来到这边的时候 可以放松自己 因为我们尊重游客 我们也非常尊重他们的文化 我们也不会随便乱带他们 但是我也希望 他们来到我们部落 也尊重一下我们 在带着活动啊 该喜闹的时候我们就放松 该严肃的时候我们就严肃 有一些小小的肉食 但是我们会更加努力 我们也希望是说 来到这边的游客 除了敬爱山林以外 给你们这么好的旅游的景点 这么好的一些环境 我也希望能够呼吁他们 爱护自然 尊重在地文化 原住民的掌声 欢迎回到南部开讲 苗栗县卓兰镇以客家人为主 因此在地生活文化特色鲜明 而栗西平原来是一处和解台地 在民国六十年代开始 大量的种植橘子树 还因此成立了西平柑橘专野区 但是因为柑橘黄龙病的影响 栽种面积大幅的减少 如今转型成为休闲农野区 在地居民以农产特色引领社区发展 而今天就要让我们跟着在地达人 来体验卓兰在地农村 原乡新生活 我们桌栏的招式里面 非常特别的一个东西 就是胶来压 以前的茯苓比较大张 用脱印的方式 把它印下去以后 再经过我们三张国玩的印章 再加持 很多人会回来找老辈的传统口味 很多用比较好的原料 做出来就会比较好 很多的树种 它面临了生存的问题 我们因此选择 让它重新长一个 可以永久生存活下去的一个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卓兰 来体验我们卓兰的小旅行 我们卓兰的文化 我们卓兰的产业 我们卓兰的农业 是非常有特色的 跟着我一起来体验我们的农村生活 现在就是让我来介绍我们 这个两百年历史的卓兰 欧伦庙 我们请到我们的内殿 来产馆一下 我们这个内殿是经历过好几次的大地震 然后我们建筑比较特殊的地方 我们到里面来看 这个整个都是木造的 我们看我们的屋顶 我们的屋顶很漂亮 这都快将近两百年的历史了 用纱纯的 没有任何一支铁钉 也没有打地基 两百年前有这种建筑技术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得 我们以前古诗后的建筑 他们的特色非常非常的有智慧 这个门两侧都是圆的 大家知道代表什么吗 代表着人生圆满 再来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的彩绘 这两百年前的彩绘 我们的彩绘也是一样 有两百年左右的历史的 我们看这个法器 这个法器是跟乌萨姨 做成的法器 以前的时代 如果说公庙有在问世 有在问世 其实需要会用这种法器 这次法器也是将近快两百年的历史 我们三三国王就是 自有这间庙以后 我们就有我们的神准了 很多在外面打拼的 异乡的游子 回来昨天 一定到昨天 我们要来参拜 他就是我们小时候在这里玩 看着我们长大的 陪着我们长大的 因为我们邻近 祥阵是靠近大虎 然后我们又隔一座桥 就是台中市的 台中那边是讲台语的 说台语也会通 学校也会通 所以时候我们是 客家台语国语 我们都可以沟通的一个语言 这个就是以前 我们说福令 福令 这个是平安的 这个是祈福的 以前的福令比较大张 用拓印的方式 把它印下去以后 然后再经过我们三三国王的印章 经法师再加持 以前的农业社会 人生怕的时候有 福令 这个三三国王的印章 扣下去 那个就会保佑大家平安 这个是一个历史 我们保留得很好 祖兰欧伦庙 是我们从小长大的地方 这个是地方上的正庙 我们是由九个礼的礼民 所组成的一个信仰中心 所以说我们小时候 王爷就看着我们长大的 就家里 如果说有宝宝诞生 有出生的 都会来叩谢我们的王爷 然后要结婚 娶婆也同样 都会来拜拜说 娶个好心股 如果身体有为恙 要祈求王爷说 能够早日康复 我们三三国王的基本精神 就是富国又民 希望说大家 老百姓有好日子过 安居乐业 属农工相互 因为我们这是农业大政 我们昨天是 盛产季风葡萄 以及我们的高街霓 还有我们的蓬甘 非常非常的有名 到祖兰 我们这个快两百年历史的 一个古庙 非常值得大家来参观 我们现在来到这里 是我们祖兰的早逝 很有特色的早逝 很有农村气息的早逝 里面都是阿公阿嬷 他们自己种的菜 自己吃的菜 吃不完 然后拿出来分享给大家的地方 欢迎大家跟着我来 一起去 来 来 阿山 这都自己穿的 今天生意好吗 好 就像说这些鸡啊鸭啦 都是自己养的 放山土鸡啊 放山鸭 这个就是 葡萄剂 这个自己腌的 腌制的蛤蜊 蛤蜊 蛤蜊您很早有出门了 对啊 对啊 那这木瓜怎么买 那一件25元 这25元 ok 这就大小小的 对啊 那水到10元 水到10元这样 对啊 ok 这水了 这是 发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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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汁 猪汁汁 猪汁汁 上汁汁 这个猪肉 鸭肉 还有鸡肉 这个味道很好 也可以 鸡肉 就像咸菜鱼香 一般都市人就是这样子一个 买到东西嘛 那它就连梗啊 连叶子啊 都整处都会看得到 上这个可以不可以住 这样就可以住啊 对啊 对啊 蚂蚂 叫蚂蚂 蚂蚂 我们在菜市场里面啊 发现很多那个 历史悠久的这个 买卖的工具 我们来参观一下 怎么样 来这个怎么秤重这样子 我们这个是 买个两斤 两斤 两斤三斤 通通可以 我们这个是老的 这个桌子也是一百多年了 都是古董 这个通通是 我们这个是一百公克 两百公克 三百公克就等一半斤 六百公克就一斤 我们是看这个啊 这个重量 跟这个没有一样啊 然后呢 对啊 这个就比较大 这个比较大 这个两公斤的 我嫁来五十多年了 就跟我们用这个 你觉得这个比较好用吗 这个比较好用呢 那我用电子办事 买给我媳妇 年轻人又能 我们在都市啊 我们都是到超市去买菜 那个是没有人的温度 没有感情的 他只是说 你标了多少钱就多少钱 这里可以跟阿嬷 请教一下这是怎么做 就是说 他们是怎么过生活的 来这边我们讲曼火吧 我觉得这是我们卓兰的招式里面啊 非常特别一个东西 就是交来啊 自己种自己吃自己自足 这样的一个早市啊 我想是非常少的 这氛围是非常特别非常亲切的 这是一定来到卓兰啊 一定要来的一个地方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 我们卓兰最出名的 永安喜饼永安饼店 这个地方啊 做的是最道地的这些糕饼 用的是传统的猪油 怎么做呢 等一下进去看看 以前七岁读书 十二岁毕业就去写作饼 以前作饼是比较辛苦嘛 每天早上真的是一点起来 每天早上一点起来 就有兴趣想说 可以看不会写写技术 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 以前真的很穷啊 这样 以前都没有中央工厂 在做豆沙馅 以前馅都自己做 自己做才有特色这样 刚才看的那个是高皮饼 传统的最老式的肉饼 这是滤肉的豆沙饼 传统的食品没有麻糬 以前比较少口味 就是传统的肉饼还有冬瓜 以前的肉饼是猪肉很多的 以前人吃的东西没有那么丰富 所以说猪肉就多一些些 人家吃到会很香很好吃 其实猪肉都很香 后来人家一直改变了 就是说不要吃太油 我们就嚼给它碎 也放比较少 放比较少 吃起来就不会那么油腻 人家吃的口味改变 我们也要随着改变 才不会给人家淘汰这样 对对 最畅销的那个招牌豆沙的皮 就是有加蛋黄啦 加那个糖浆啦 还有加安家鱼去拌起来的 我们一天用的量很多 就是做蛋皮 豆沙的还有卤肉的 还有凤梨的都一样用这个体这样 我们这一间是在冷却的 冰烤出来热热 放在这一间给它 用冷气给它快速冷却 才包装起来 这样才品质会比较好 本来不是住这里的 我们在这里上去两公里 我给你看了包装厂 做现的还有冷冻裤 都在那里 除货都在那里 应该一二十年的时候 就九八一大地震嘛 就会打击症 弄厨以弄热热 很惨 不过当然那时候会流眼泪 回想起来还是会心疼 会心疼 做了十多年了 东西都没有了 对 真的我们以前很穷苦起来的孩子 我们就是说什么都要忍耐 要认真做 实际上 我们以前很穷 孩子都有体会到 都会很认真在做 对对对 会珍惜 我们很珍惜 那欢迎我们各位贵宾来到立西坪 那我们这边是一个休闲农业区 那我们这里是橘色三十休闲果园的农场 对那我们走 我们去我们的橘子园来看看我们的橘子 那因为是气候的关系 加上我们这边海拔就是有快到500 然后还有土壤的关系 很适合种植柑橘 那曾经就是作为以前的柑橘农业区这样子 我们的橘园 这边的话我们家是种植 就是碰干 它生产的季节大概是12月到1月 就是它的丰收期的话 我们也会就会有开放柴果的活动 然后除了做柴果 我们也会就是教客人如何自己做鸡酱啦 或者是做果酱 橘酱的话 我们有时候会搭配一些我们餐点的 可能是海鲜或是新鲜食蔬的部分 去融入这样子 对那甜点的部分也会制作到 这个大概还要一个月 就是等它的表皮都变得很光滑的时候 然后它颜色转黄了 那就是差不多可以采收了 我们大概回来了快五年了 那你是当地的吗 我们不是当地人 是就是外面回来这边的 对那因为因缘机会发现了这块宝地吧 然后就决定说 跟着爸爸一起回来这边 去打造自己的家园 那我们待会一个人拿一个篮子 我们可以来就是洛神花彩果体验 走咯 那像我们这个洛神啊 它其实就是有养颜美容 然后它还有就是降血压的降血脂的功能 对那就是对有高血压的人就是一个很好的算是水果 那我们现在大概十月底就是它的季节 所以你们就可以看到现在就是长得非常的好 那我们都会直接把它就是做腌制或是做果酱 然后你们也可以调成洛神花影这样子 利西平是一个台地 它属于卓然 这个平台大概有200甲 在日本时代是一个军用的备用机场 后来那个时间点大部分都是种茶叶 这个茶叶是非常有名 所以比较老一辈的他们都会自茶 30年前 这整个平台都是种柑橘的 所以非常有名 这平台是一个柑橘的专业区 不过大概可能是20年前吧 有一个病叫做荒农病 后来整个柑橘都因为传染病的关系 就放会了 后来就变成转型做很多种葡萄 种水梨 短期的作物高丽菜草莓 做所有两天嘛 然后度假的一个农村体验嘛 所以在这个平台有好几家那种休闲农场 那也有数十家的露营区 一到假日这游客算蛮多的 欢迎来到在卓岸野车庄园 我们终于位于苗栗县卓岸 这里立西平这个风景区 那当初为什么选择来到这个平台发展呢 主要就是因为市区 我们看到过度的虫化 以及过度的开发 导致于很多的树种植物 它面临的生存的问题 那我们因此选择把这一些大型的桥木树木 帮它重新找一个可以永久生存活下去的一个家 等一下就带着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家它的风貌 基本上在这个平台我们希望是呈现一个很 慵懒慢火的一个氛围 那事实上植物之灾 它是最能够让我们清静自然 然后感觉到放松跟平静 那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借由这一些都市人 比较无法去接触到的一个森林的一个 慢火的环境 希望可以在这个平台去做一个完整的呈现 那像我们正前方这一棵 就是我们从台中市虫化区那一边 抢救回来的百年栗枝树 像移植这样子的百年栗枝树 它的过程实际上是非常的辛苦的一个过程 因为我们也不能够确定说在移植完之后 它的存活率到底有多少 这个栗枝树现在能够在我们这边 目前算是确定可以存活下来 我们看的也是非常的开心 那像我们右手边的这一棵大型的栋树 它也是当初在台中市的一间餐厅 因为它结束营业了 也是把它抢救回来到我们这个场域环境 来到这边它找到一个新的家 找到一个新的生命 那它现在的等于说在这个环境里面也非常的融入 当然是来到一个地方嘛 我们就是真的要深入地方 然后才能够了解当地的生活步调 像利息品这个平台有很多家 这个休学园区嘛 每一家每一家的核心价值不一样 每一家的都有每一家的特色 所以都值得一一的去拜访它 那像这一区都是我们的仙草区 等一下我们也会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植物 去做一个采集以及植物敲突然的活动 那首先呢我们必须要就是到我们的园区去采集 我们自己所栽种的一些植物 我们挑选的话就会选择它是颜色比较漂亮的 然后它的形状也是比较有特色的 来下去做选择这样子 这个植物有比较偏纸红色的 它敲出来的就是纸红色 然后这个是红色的呢 敲出来就是红色的 绿色的叶子敲出来就是绿色的 而且它的叶卖会非常的清楚 非常的漂亮 这个是若宇松 它在每年的秋末冬初的时候 它会开始转红 所以这个时候是可以敲的 再来它就是会渐渐它的水分就比较没有了 所以就是比较不适合做敲突然 那我们现在就是采集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巴西野牡丹 这个呢它除了花可以使用之外呢 它的叶子也可以就是做敲突然 那这个若宇松呢这个就是我们客人最喜欢的 其中的一款植物 因为它敲出来的质感真的很美也很漂亮哦 那我们就要请小姐呢 还是要请先生试试看呢 放上去 大家看准它的形状 来开始 要用力点敲哦 有没有 它的形状已经印在纸上了 这个力道呢会影响出就是 影响到就是说你印出来的颜色 因为你的力道越轻它颜色越不清楚 那形状也越不清楚 那假如说您是用力一点的话 它的颜色就会越漂亮越美丽 我们请小姐把它撕开来看一下 哇 根根分明 好 那我们就是捉上这些花材呢 你们可以自行选用 那你们就是可以先构图一下之后呢 就是敲出你们自己的一个手提袋这样子 撕开的时候 撕开的时候其实蛮了解的 因为它就是完全拖映在上面 我觉得有蛮有成就感的啦 真的 而且它的颜色都真的是烙印在袋子上 真的有蛮留意的 很美耶 对对对对 以卓兰来看啊 可能说好像三十年前 可能这边有大概三四万人 然后可是现在可能剩下一万多人 就是变成是那种城乡差距很大 希望大家能够来到乡下 乡下旅游帮助乡下的这些产业 事实上我们来到一个地方啊 我们讲要去了解在地人的生活情况啊 要深入在地的话 应该要到它的庙里面去 它是一个信仰中心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到它的菜市场来看看 在地点是怎么生活怎么采买 我们讲农村吧 事实上是非常的疗愈 我们有森林疗愈 有园役疗愈 我们有这样子庭园景观的疗愈 都市生活是非常的紧张 忙碌 车水马龙 住在水泥丛林里面 过着压力很大的生活 透过这次小旅行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来体会我们 着染的农村生活 体验我们着染的慢活 来体验我们着染的人情味 原乡文化保留传统之魅 原乡生活看见转型农业 新活力 下次有机会你也可以来走一走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